109年的秋季篮展这个星期假日在中央路上的现代汽车展场举行 虽然今年气候条件不佳 不过还需要100盆精美珍贵的兰花来送见餐展 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很少看到的稀有品种 还有年度的冠军优胜花展示 以及现场兰花达人在导览介绍 欢迎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前往赏花 又到了秋天赏花的季节 今年因为天气太热许多兰花的花矿必不理想 不过109年秋季篮展依然是增见到100盆美丽的兰花来参展 每一盆都相当的珍贵精彩 这次因为秋天嘛 所以秋十福的品种居多 总半军也是秋十福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拖鞋兰 那还有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季节 蝴蝶兰跟一般那个万代会少一点 所以他们就归在那个杂鼠里面 那杂鼠的话就是市场上就更难得看到 所以平常里面不太容易看到 那大家这些品种大家都很用心的栽培 所以开的都是水准之上 基本上我们南英协会每个月都有阅历欣赏会 在民意国小那个花室那里 那那个欣赏会会有我们的专人会介绍一些 我们展示的花 然后也可以提问 就是提出你栽培上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有专人会替大家解答 而且我们那个欣赏会 会后都会有一个拍卖会 都会低于市价 而且比较特别的花 并不是所谓的市场花 因为我们花莲 基本上我们的蓝友是趣味的居多 就是叶子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的花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趣味者提供的 所以比较特别 秋天是以食物栏为主要花种 不过在兰英协会举办的秋季栏展当中 还可以看到很罕见的杂鼠兰花 很多都是一般人没有看过的花种 开出来的花朵更是令人惊艳赞叹 而在展场当中 还有专业的兰花达人 带领民众来赏花做解说 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兰花的习性 还有娇贵之处 109年秋季栏展 这个周秋二日假期 就在中央路上的 现代汽车展示中心登场 欢迎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前往赏花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花达人